各位朋友好,現在全世界的媒體、自媒體 都在熱議同一件事情就是胡錦濤 在二十大閉幕式上被架出會場的那一幕 到底是什麼一個情況,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絕大多數的媒體、自媒體都認為 這是習近平在殺雞儆猴,在藉此立威 總之是他故意為之,是他已經計劃好的 他是想藉著把胡錦濤拿出會場這一幕 來恐嚇所有的人,來告訴他們 連胡錦濤這樣的元老,這樣的前黨魁 我都敢動,我都能動,那你們算什麼東西呢? 你們要老老實實的聽話 這種解讀我認為是錯誤的,這種解讀太不了解中共 也太高看了習近平,誇大了他的能力 誇大了他的魄力,不錯,這件事情確實是 在當時在會場上引發了一種恐懼的效應 但是這只是這個事件引發的眾多的效應之一 恐懼的效應確實是對習近平有好處 但是還有其他很多的效應對習近平是沒有好處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對習近平的負面效應 就是引起了與會者對他的這種囂張、這種跋扈的厭惡和仇恨 而這種情緒對習近平那是有極大的殺傷力的 即使是在會場上他們沒有敢表現出來 但是在會後、在今後習近平執政的過程當中 他也會表現出來,因為胡錦濤他給大家的印象 給中共官場裡面上、中、下各級官僚的印象是比較好的 那些元老雖然胡錦濤在位的時候他們想控制他 但是胡錦濤退了以後他們對胡錦濤是相當友善的 那平民出身的那些幹部更不用說了胡錦濤就是他們的偶像 那些現任的中、下級的官僚對胡錦濤也是非常的敬佩的 因為他們覺得胡錦濤這個家族比其他的中共的大家族 要更加的清廉一些,到底清不清廉我們現在還不好說 但是至少他給人的印象是他這個家族比較清廉 而且胡錦濤他當時十二大裸退給大家的這個印象 就是這個人高峰亮節、不練權位,一切都是為了黨國的好 所以中共的體制內的這些幹部對胡錦濤印象是絕對正面的 那麼一個在他們眼中這麼好的人 這麼好的一個前領導人現在居然受到了這種羞辱 那當然對習近平就有很大的厭惡情緒 而且胡錦濤不僅僅是習近平以前的上司 而且是他的恩人,對他有很大的恩德 習近平當年最大的對手作為储君 最大的挑戰者就是薄熙來 而薄熙來之所以能夠被打倒胡錦濤和他的總理溫家寶 那絕對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是他們兩個人主導的江澤民和曾慶紅 只是最後在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勸說之下 點頭同意而已,習近平對自己的前上司 對自己的前輩,對自己的恩人如此的羞辱 如此的不留情面,給大家的印象 並不是說這個人多有魄力 而是給大家一種仔細中山郎得志便猖狂的 這種小人的形象,小人的感覺 而且習近平這麼做,跟中共的制度也是背道而馳的 是破壞了制度,破壞了制度那就等同於政變 雖然他這一次是沒有拿槍出來 但是也是使用了武力的 用兩個比胡錦濤年輕力壯很多的這樣的工作人員 這樣的他的警衛去把胡錦濤架出去 這就是在用一種武力,一種形式的武力 而胡錦濤他作為一個這次二十大的主席團的常委的成員 那是開會期間最高的權力機構 中共的最高的權力機構 他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一個成員 在沒有經過所有其他人投票同意的情況下 被嫁出會場,被習近平一個人的意志 說嫁出會場、趕出會場,這就是一場政變 他現在這樣可以在規矩之外 在他們的制度之外,這樣對胡錦濤採用暴力 那麼將來也就可以同樣的方法對待黨內的任何的人 無論是誰都可能遭受到他的這種暴力的對待 在制度之外的暴力的對待 大家當然會對他產生仇恨 有些人說習近平的這次動作就跟金正恩 在數年之前從這個大會的會場上把他的叔父 當時的攝政王也是朝鮮勞動黨的這個元老 叫張成澤嫁出會場然後就把那個人犬決 是一樣的一個效果,達到了震懾人心的效果 但是大家要知道習近平現在跟金正恩所處的這個階段還不一樣 他們兩個人的政治處境還不一樣 金正恩他是朝鮮的第三代金家王朝的君主 這個王朝已經持續了77年了 他們在朝鮮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 他在黨內沒有任何的派系可以跟他分權 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才,大家做奴才已經做了70多年了 已經做了三代人了,這個時候他們金正恩 無論做什麼樣的過分的動作 他們都不會對他產生任何不好的 或者是不敢產生有任何厭惡的情緒、仇恨的情緒 不會,為奴已久已經不知道自由人的滋味了 而習近平不一樣,他才剛剛執政十年 真正的獨攬大權才剛剛五年而已 甚至是說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完成他的極權統治 金正恩、金家王朝他們實行的是極權統治 只有一個領袖、只有一個派系 所有的這些政令、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他一人 習近平他現在想達到那個階段 但是還沒有建立起這種極權統治 他是在嘗試著,他是在試圖 他是在用力把中國過去實行了幾十年的威權統治 所謂的這個集體領導制 也就是政治分章的這種制度 他想把它改變為朝鮮的一人獨裁的極權制度 但是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 在過去制度下所形成的那個派系 還沒有完全被瓦解掉 他對於中國的這些老百姓 也沒有金正恩對朝鮮的老百姓 那種權威、那種像神一樣的權威 他還完全沒有建立起來 所以這個區別很大 也就是說在金正恩無論在朝鮮採取什麼樣的手法 朝鮮的這個黨政軍民都沒有辦法反對他的 對金正恩唯一的威脅就是來自於他自己 要不就是他惹老了美國 然後美國就對他進行斬首行動 或者是他生活上完全不自律 那肥肉越長越多最後得心臟病、心血管病而死 這是他所受到的威脅 但是習近平他的威脅是全方位的 不僅僅是國際上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來自於國內的威脅 來自於國內可能爆發的民變、兵變和政變 所以說他這個時候還需要籠落民心、黨心和軍心 確實是他需要立威 但是絕對不應當用胡錦濤來給他立威 如果他計劃好要用一個元老來立威的話 那麼選擇其他任何人 無論是江澤民、曾慶紅還是賈慶林 甚至溫家寶、朱鎔基、張高麗這些人 那都比胡錦濤好 因為這些人都有很明顯的 在黨內幹部當中 在心目當中都有很明顯的弱點 你比如說張高麗 你如果是把他這次法辦了 絕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會對習近平增加好感 尤其是女性 因為張高麗強姦了彭帥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即使是你用溫家寶來記起也比胡錦濤好 因為溫家寶他家族的這個貪腐已經在官場上 甚至在民間已經流傳盛廣 到底是真是假大家不確定 但是這種留言你可以把它利用起來來打擊溫家寶 但是對胡錦濤的留言那是非常之少 可以說幾乎是沒有這種情況下 他要是想立威的話絕對不應當 拿胡錦濤開刀的 拿胡錦濤開刀 引起的對習近平的厭惡和痛恨的情緒 絕對多於恐懼的情緒 習近平丟的分絕對多於得到的分 而且從現場的這個畫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絕對不是習近平計劃好的 如果是他計劃好的話 就不會出現胡錦濤跟栗戰書搶奪這個文件夾 也不會胡錦濤把手伸向習近平的這個桌子 去拿那個文件夾 也不會出現胡錦濤要想從警衛手上 把那個文件夾給拿過來 不會出現這種拉拉扯扯的這種場面 這種場面居然出現了 就是說明這是在習近平的計劃之外 這是一場意外 那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意外 是習近平太高估了自己 太低估了胡錦濤 習近平可能認為這些元老當中最難搞的幾個 像江澤民、像朱鎔基 這種人我已經把他們隔離在會場之外 不讓他們參加會議了 胡錦濤應當已經感受到我的這個壓力了 胡錦濤應當不會在會場上面胡來 但是他沒有想到胡錦濤沒有這麼軟弱 當胡錦濤發現這個中委的名單 中央委員會的最後的這個名單 跟他們以前主席團的常委會商量的這個名單 大家共同一致決定的這個名單不一樣的時候 胡錦濤這個時候就怒了 胡錦濤這個時候就表達了不滿 這個時候他就要把這個文件夾打開 要跟習近平和栗戰書來理論理論 所以就出現了這個畫面上的那一幕 當習近平看到這種情況 他知道不能夠繼續下去了 繼續下去會更加的失控 他這個時候趕快就召來了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孔紹遜 但是孔紹遜覺得自己一個人還不能夠把胡錦濤給嫁出去 所以又找來了一個幫手 就是這個年輕力壯的警衛 這次開會元老的不配合胡錦濤的不聽話 這絕對是在習近平意料之外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意外 就是習近平他沒有想到自己的班底 自己的馬仔隊伍竟然如此的低能 連二十大的會場都沒有控制好 是因為他們提前把這些外國的媒體放進來了 才引起了這個內部鬥爭的公開化 鬧得全世界沸沸揚揚 如果是這個會場對外媒遲開放兩分鐘、三分鐘 那麼全世界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全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官員也不知道 這個會場上到底是一些什麼情況 當然後面將會有一些小道消息傳出來 但是小道消息畢竟只是小道消息 聽到的人他們不能夠百分之百的確定 這就是事實 但是現在有圖有真相擺在大家的面前 大家看清楚了這種戲劇性的場面 看清楚了習近平的這種嘴臉 那對習近平絕對是不利的 那這個事情結束之後 中共中央辦公廳肯定是有人要受處分了 肯定是有人要倒霉了 因為是他們來管理這個會場的 中共中央辦公廳的現任的主任叫做丁薛祥 他是習近平的最鐵桿的親信 在上海的時候就是習近平的秘書 本來習近平對他是相當信任的 我相信這一次之後對丁薛祥的信任要降級 丁薛祥肯定要挨罵 但是還不至於馬上就把丁薛祥貶官 或者是乾脆把丁薛祥抓起來 因為丁薛祥剛剛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你如果是這個時候拿丁薛祥開刀 那就等於是你向外界公開的承認 你的眼光不行 這個跟著你幹了十幾年的人 你居然現在才了解到他的能力不行 所以丁薛祥應當沒事 那麼他就要找另外的人來頂這個包 誰呢?就是孔紹遜 他是中辦的副主任 丁薛祥只是挨罵孔紹遜肯定要丟官 那這次二十大不僅僅是會場 不僅僅是這個官場上面出現了 讓習近平感到意外的事情 還有民間的反抗也是讓習近平感到意外的 尤其是這個北京四通橋事件 在四通橋上在二十大開會的前夕 這個盆仔洲這樣一位民間的勇士 居然掛出了大幅的橫幅 把習近平稱之為想當皇帝的獨裁小丑 要大家一起來推翻他 而且整個場面也是相當有戲劇性 他一個人不僅掛出了橫幅 而且還點燃了狼煙 這個狼煙的意思就是要把這個信息傳遍全國 就像古代長城的這個狼煙是一樣 要大家接力把這個信息傳出去 習近平沒有想到就在二十大的前夕 就在北京這樣的政治中心 居然出現了這樣的挑戰他的這種舉動 北京是中國監控最嚴密的城市 到處都是監控攝像頭、警察便衣密布在各個角落 這個人,盆仔州這個人居然能夠在大庭廣眾之下 在北京繁華的地段掛出了兩幅大幅的橫幅 點燃了囊煙 這種事件就可以說明民間的這些想反抗他的人 會把心思動到什麼樣的程度 手段會高超到什麼樣的程度 但是這一次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今後還有更多的還有各種不同形式的反抗他的這個舉動 那我前面說過,習近平他是經常高估自己 低估對手,低估了自己的敵人 對他的反擊的力度 不僅習近平如此,這個世界上的獨裁者 大多數是如此的,他們太迷信自己的權力了 所以說他們才敢搞獨裁嘛 希特勒是這樣,他認為他可以統治全世界 最後自己落得一個慘敗的下場,自己不得不自殺 普京也是如此,他認為搞定烏克蘭 那簡直是小菜一碟 沒想到現在吃了這麼大的癖 習近平照樣是如此 他認為全中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但是二十大的會場就打了他的一巴掌 盆仔粥又打了他的一巴掌 那今後讓習近平感到意外的事件 還會持續的發生,還會有更多的更大的意外 大家想一想,中共的那些元老,那些派系的大佬 那些紅二代那些官員 哪裡有那麼容易就被習近平制服啊 他們過去曾經有過那麼大的權力 曾經積累過那麼多的財富 他們曾經編織過那麼龐大的人際關係的網絡 哪裡那麼容易就被你一朝一夕就被你打掉了 哪裡那麼容易他們就完全放棄了任由你處置 把他們的財產都交給你,把他們的權力都讓給你 把他們的性命都放在你的手上 他們哪裡有那麼蠢啊,他們哪裡有那麼的無能啊 習近平過去十年的所作所為已經昭告天下了 他就是一個翻臉無情,無情無意的人 他就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所以這些中共的高官,這些元老他們怎麼會相信他 又怎麼能夠服從他 胡錦濤這一次只不過是口頭的表達了意見 他胡錦濤算是中共元老裡面,算是最老實的一個人了 那些江澤民、曾慶紅、朱鎔基、溫家寶這些人 他們可跟胡錦濤不一樣,胡錦濤可能還是只是說一說 不見得就一定去做,但是這個江澤民、曾慶紅、朱鎔基、溫家寶這些人 他們是只做不說的,所以很多人看見這個會場上 說這些元老啊,說這些團派的官員坐在那動都不動 看見胡錦濤被嫁出去的時候面無表情 有的說他們是害怕了,有的說他們是冷漠 實際上不是的,這只是一種策略 在那個會場,我以前都講過了,多次講過了 這個會場是由習近平派系絕對控制的 這些人,這些官員在會場上面沒有去聲援胡錦濤 沒有向習近平提出意見 並不代表著在會場之外,他們也有同樣的作為 將來這些元老,這些大家族,這些紅二代,這些團派的高官 他們一定會有人給習近平帶來更大的更突然的意外 另外,習近平的親信也會給他帶來很多的意外 因為現在他所提拔的這些人,他提拔的標準只有一個 就是看他們是否忠誠於自己,是否服從自己 而不是看他們的能力 他們這些人,所有的這次被提拔起來的人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他們沒有任何的政績,也沒有任何的軍工 他們都是一些草包 他們被提拔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都願意做習近平的應聲從 這些能力低下的人來管理這麼大一個國家 來處理這麼複雜的事物,肯定會有很多的意外 不過我認為習近平將來最大的意外 還是來自於中國的民間,民間會有很多很多反抗的行動 將來會有大規模的反抗的行動 習近平他是想把中國變成朝鮮,但是現在還沒有成功 現在的中國人跟朝鮮人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區別在哪裡呢?主要是朝鮮人已經做了三代77年的奴隸 現在的朝鮮人沒有任何人體驗過自由的滋味 因此他們會安心的做奴隸 但是中國人不一樣,中國人在過去40多年當中 也就是中國過去兩代成長出來的人 他們都多多少少品嘗過一點自由的滋味 不是全面的自由,不是像民主國家那種完全的自由 但是很多中國人體驗過一點點言論自由的滋味 在80年代的時候,言論自由 那是中國言論自由這個空間最大的時候 不是全面的,大家不要誤解我的話 有那麼一點點言論的自由 但是這點自由對所有品嘗過的人都是彌足珍貴的 都是不會那麼輕易放棄的 那麼另外還有很多的中國人從80年代開始 一直到前幾年都品嘗過經濟上自由的滋味 也是不全面的,但是也是非常珍貴的 大家有自己的權力來處理自己的財產 習近平現在是想把中國變成朝鮮 他就必然要剝奪中國人的這些自由 這一點點的自由大家怎麼能夠接受呢? 再加上習近平這個班子這麼爛 今後中國一定會出經濟上的大問題 也就是說中國的老百姓會面臨著 因為這個政府的無能所引起的經濟上的問題 生存的問題,所以這些自由的問題生存的問題 生存的壓力全部加在一起 這就是觸發民變的最好的催化劑 在將來不久的將來應當就在今後半年一年之內 就會有機會發生這種大規模的民變 這也會讓習近平很意外 他認為他已經把這個國家控制住了 但是完全沒有差得遠呢 過去這兩天網上瀰漫著一股極其悲觀的消極的情緒 說中國完了,習近平這麼一個不學無數的小學生 居然能夠擊敗中共所有的派系 居然能夠壓制住民間有效的反抗 中國沒有希望了,但是請大家一定要記住 物極必反,匹極太來這個古老的道理 這次二十大看上去習近平確實是取得了勝利 但是他給自己今後的滅亡已經埋下了伏筆 已經為中共的分崩離析準備好了條件 已經點燃了中國社會的火藥桶 很快大爆炸就會來臨 一頻論證今天就說到這裡,下期節目再見 好!